新闻一开始先告诉您 苏立台风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 气象局也在晚间八点半 针对宜兰和花莲地区发布了路上台风警报 预计明天下午到周六上午 全台各地都可能会有狂风暴雨 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能掉以轻行 来势汹汹的苏立台风路径难修 将会更接近陆地 中央气象局11号8点30分发布路上台风警报 苏立暴风圈已经逐渐接近台湾东部海面 宜兰跟花莲地区首当其冲 预期将会带来狂风暴雨 我们现在发布了宜兰和花莲地区的路上警报 明天下午开始在宜兰新北市 还有东部的山区会出现大豪雨 其中宜兰和新北市会有超大豪雨出现的可能 暴风圈扎实的苏立台风 各地方政府都不敢掉以轻心 双北市灾汉应变中心已经于11号晚间9点提升至一级开设 市府各机关进驻进行防台准备工作 到底是不是大家说西北台或是这样子的路径 这个台风它还是一个扎实的台风 虽然还已经稍微减弱 而且暴风半径在七级风来说仍然有280公里 所以在通过这段时间还是涵盖大部分台湾地区 各地的风和雨陆续都会出现 强风好雨一定要小心 远东航空也因为苏立台风调整部分航班 包括12号傍晚6点45分F1089高雄飞马工 7点45分F1030马工飞台北航班取消 台北飞金门F1067航班提早至下午1点25分起飞 金门飞台北F1068班次也提早至下午3点05分 请民众务必留意 雨智燕TV前任群李文浩台北报导